他们说黄河之水添上来 黄河从清康藏高原 流啊流啊流出了中华文化的母亲河 黄河继续流 流到山东河泽 孕育了一批水浒传里头的狭义知识 这水继续流啊流的 到近代在山东河泽又出现了一位现代的狭士 今天点灯我 站在黄河这端 我要跟大家一起去追溯 寻访这位现代忍者 他的一泊云天 我听到他的故事 那年同乡交托 因为一句承诺 这些年他春秋两季 已经亲自 异物带了上百位乡亲的骨灰 让他们回到浑淫梦迁的家 没期待掌声 不觉得自己了不起 好 谢谢 让我陪他走一趟 请坐 请坐 请请请 哎呀 贵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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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当 贵客 这边 来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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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一两次他们检查的时候还怕 把那个骨灰里面是毒品 对呀 没事怎么拿得到 还要打开 那后来就知道了 就不再打开了 明天后天 我要去那个忠烈池 去那个去领 去树林那么一个忠烈池去领 他是北京人 我现在我现在拿骨灰的 那么喝着的 一开始是喝着的 后来变了 变成等于传中国的了 家里面最高纪录放七个 这边是放五个 我们联顾他里面的设备了 那一切都很不错 我现在做的事情 就是辅导会 最后还有一件事情没做的 我说我替你做了 你一打算喝着 你就可以知道 有好多地方 我走到路上 何多人 这个老乡又来了 好人 好人 我们家怎么办 就像江南平原的稻子一样 我们有花弩 它整个的都是花 这么一望无尽的花 这是半夜电话铃响 是医院打来的 这个是贴定的事 老乡已经要走了 有同乡为留 要走了 联系好多年 都是这样子 我都是真无旁贷 就是去了以后 他们还可以清醒的 还知道的 我当面也跟他们交代 说老哥你放心 我一定把你送回家 然后他们就走了 那有的我去的时候 那有的我去的时候 他已经不行人事了 眼睛有好几个都是这样的 眼睛还是真的 但是脑筋已经没有了 但是脑筋已经没有了 用肚子擦管 那我还是照说 照说一遍 老乡你放心 他是姓猪 我叫猪大哥 你放心 你的那个眼妆我最熟 你家的房子我还记得 你放心 我一定把你送回家 我就把他眼睛 把他扶一下 他就闭住了 那有的知道的 我说过以后 他就累 噗噗噗噗噗噗 就掉泪了 他听到了 掉泪了 然后一下就过去了 他就等我那句话 所以其实很多 您到医院的时候 有可能他就只是自己一个人 没有家人 没有 很多都是没有家人的 就 白分的白都没家人 有家人的班 也不会打电话给我 因为那个医院呢 为什么要通知我 医院呢像那个情况 他要看他的基本资料 通知他的家人 你看家人是控门的 紧急通知人士告密 是 那次委托你的人 都走得七七八八了吗 对 那委托我的人 几乎都走了 不走了 现在还是 没有 现在头像上的不多了 我记得母亲 把我那儿刀 上车的时候 狠狠的拧我一下 儿子 不要忘记 万一流亡学校 解散了 你跟着谁走啊 你可不要回来 你回来的话 就跟你父亲一样 被枪毙 你不要回来 你跟着谁走啊 你跟着那个看那个冒花 那个冒花 要跟着国军走 要跟着那国民党的军队走 啊 国民党的军队不回来 你千万不要回来啊 你得看冒花 那个冒花上 有 有个有个太阳的 那就是国民党的军队 你跟他跑 在在唐湾的路上 我真的是好多次 我都想死 那但是 因为 因为这个 因为我对不起 我母亲不行 所以我就想到我母亲 我就 就都不能死 我要 我要活下去 我要 我要见我母亲 所以我就 这一点我就 所以我就 母亲是唯一的 支持你 支持我的 要活下去 要活下去 我在想死 有什么 不行啊 我想不是想死 是活不下去了 是 是活不下去了 你想想 我两个腿 中了个冬瓜样 这个 这个脚上都是 骑着水泡 水泡破了以后 就骑着鞋炮 然后又没有鞋穿 这个 没有鞋穿 剪那个破布 用那个炒 包到脚上 我 我往哪里走 我也不知道 就跟着那个冒花走 跟着那个冒花 跟着那个太阳走 那时候 那个流淡 那时候他们部队 他们老早就走过去了 我一下 还有跟着共产党部队走 有什么 北还没吃到口的滚烫西饭 严重烫伤 没有任何医疗照顾 长期发炎 长驱 一直到抵达台北 一个多月后 才得到适当的治疗 没被截肢 已是运气 很多组织已坏死 变成没有感觉的死肉 那那边比较浅颜色 那边比较浅颜色 那边没有 那边比较浅颜色 2月12日 何泽旅台同乡会 台北成立 担任理事长 同年4月19日 28位何泽同乡第一次回乡 这之后 几乎每年高律师都组团 有子们用各种方式 如捐款 捐设备 修桥逐路 表达对故乡的关心 期许故乡更进步 骨灰 骨灰是私人财产 领取手续繁琐 这已是高律师 为领取这一次骨灰 跑的第五道程序 我们要办一个领骨灰的手术 谢谢 谢谢 这是切点书 每一位相亲状况不尽相同 不同的各种手续程序 这些年高律师已亲自跑了数百遍 就是办了两份 对不起啊高律师 因为我们对这个 农民遗产的管理非常重视 所以就让你多跑了好几趟 谢谢你 我们想回来吧 我们想回来 我们想回来 我们要准备 要准备 我们要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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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是来领一个 二老老边的顾会 好 那你愿意 鸡虫卡赞本 好 还有身体的生命状 还有身体的生命状 楼上楼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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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哥 咱们慢慢走 慢慢走 好 好 好 很快就回家了 慢慢走 下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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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 带你回家了 很高兴 好 面向 面向 今天我们来 你一定很高兴 你一定很高兴 这个 希望我们 一路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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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代表 我老先生跟你说声再见 下楼了 慢点 下个月 十五号 再陪你回家 来 今天晚上住到我家 小心 资餐表里头有什么 资餐表 资餐表 就算一算 我送了几个护灰 那很多 数不清来几次了 数不清来几次了 这个 这个 骨灰也不晓得 因为老乡的骨灰 是 请问你一下 像这种 骨灰安 安置在这边 再领出去 多不多啊 蛮多啊 都是回 家乡 可是多半都是 亲人来领 对不对 对 你知不知道 这位高律师 他来很多次 他领这些 都是他的同乡 真的啊 他把他们带回家乡去 带回大陆 对 对 确认一下 这是3137 没长了 没长没长 好 王大哥 现在 我要陪你回家 回家 这个礼拜天 我们就上飞机 王大哥 这时候你回去了 你 你 你一定很高兴 今天一定很高兴 今天你一定很高兴 啊 哎呀 好 好 我今天带王老先生 魂灰顾雲 现在我 机会不表示我对你们的敬意 再见了 再见了 下台阶了哈 慢点走 慢点走 上车了 上车了 好 我从来不知道高律师每次送骨灰 不是坐轿车或计程车直奔机场的 快速 高律师体重44公斤 每一个骨灰潭超过10公斤 他每次都全程亲自贴身蹊带 确保乡亲回家之路是平顺的 这里是桃园机场 每天许多民众在这边踏上回家的路 海峡两岸过去因为特殊的政治时空 有许多人少小离家来到这片土地 许多岁月经过 猛然回头才发现回家的道路 是遥远而且不可及 在这里面的东西掏出来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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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